各位同學、各位菩薩 大家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是2016 12月12號 已經下午03點了 可能要忙個掃除 還是先開一課 那個 晚一點再繼續掃 這個我們上一次看到 這個學獨老人專輯 他這裡 假一晶體分子下面晶體一件空白的 沒內容 我怎麼辦呢 如果依據這個的話 又怕他裡頭有個註解 我們想要看白文就好 所以我就複製了 這一個還不能複製 順便給你們看怎麼解決這問題 這個可以 複製之後或者直接透過 這個Google去搜尋網絡 那就可以看到這個 點進來 就我們要的東西 晶體 我們可以複製這裡的來做 講義的 講義的白文 對照一下他這個有 註解 守在提綱竊竊領而明向之道 這裡 守在提綱竊竊領而明向之道 可見他中間的註解 省略了 所以這是白文 沒錯 我們就改用這裡 那之前那個 雪如蘭文章竊的註解 反而不行 這個註解是李北仁拉老師 是全集 這是哪個網站 我們看一下 我們把他的後綴拿掉 就知道 原來的這個 應該是不同的網站 原來的這個網站是 我們看一下 海匯的網站 這個是明倫的網站 這兩個跟他一樣 所以我們就用明倫的網站 海匯的網站他缺了 都缺了 我們把它複製過來 那我們複製到 乙一下面還有 丙一、丁一、物乙 真的是 物乙 丙一、丙二 丙一、丙二 我想我們也講不了那麼多 不要貪多 就到 丙一試試看 丙一五重旋律 我們主要是解讀他 雪如老人的文力 並不是這個 獎金說法 所以如果裏頭有什麼 獎金的那個 特點或重點 還是要 以這個為主 人家一般 開辦 佛學班 那這裡我們就 甲一既然是第1層 乙一、第2層我們就標題2 這樣就可以歸屬下來 丙一當然就標題3 那標題3這裡沒有怎麼辦呢 我們就 這裡還有一個東西 這是拉開的沒有用 他這裡好像按右鍵 建立樣式 沒有 不是我們用 這裡 這個右下角這個才是 他會顯示 所有的樣式 這很多裡頭是我自建的 所以這裡沒有 顯示欲來停用連結 這裡應該會有 也沒有 這個箭頭像這個電腦這種 機關要注意一下 沒事去點點他就知道他裡頭有什麼東西 那假如沒有我們就用大綱模式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我記得他有一個地方可以說 顯示所有樣式 顯示所有樣式 就是這裡沒有 顯示的他也會跑出來 沒什麼機關 就這樣 那我們就用 我們就用 大綱模式吧 看一下大綱模式 記得我們開新視窗 等一下還是回來這裡就不會跑掉 檢視開心視窗 我已經開了 4個視窗 那我們切換到一樣 檢視 剛剛是開心視窗 我們現在改大綱模式 這丙1 就讓他設定為什麼 他原來是本文階層 我就設定成階層3 就可以了 那丁 我們只貼到丙就這樣 你看這樣就有這個階層 以後我們要看 階層4的內容不要看 這些都會隱藏 這剛好就是黎秉蘭老居室的這個結構 他既然一開始叫我們這裡 四字這裡點兩句就可以展開 這個節式分位很重要 那我們就遵循老人家的指示 你看我這樣 整個甲下面 乙1丙1也收起來了 因為乙1丙1 是歸屬於甲 那一樣丙1是歸屬於乙1 所以你點一下乙1 收起來 那這裡 讓你快速導覽的這裡也一樣 收起來就收起來了 你可以把它展開 甚至你按右鍵 都可以 他這裡就直接又可以設定降階了 怎麼樣的 甚至全部折疊 全部展開 甚至這裡可以顯示 標題1 顯示集的 這就類似大綱模式這裡的 顯示階層 這個自己要 沒事要去試試看 有些應該我們錄影這裡 我按滑鼠右鍵它會有藍色的圈圈 左鍵是有紅色的圈圈 你就知道我按了左鍵和右鍵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多試試看 所以電腦的操作很多不是光看書而已 或者網路上教員 當然那個偶爾進修是必要的 所以要去 琢磨有些操作的小細小 再來就是 偶爾啊 有時候 沒有地方可以用了 或沒有功能可以用 你就試試看 按右鍵 或者看一些小機關 它有些都留著一個小機關 讓你 一時琢磨不定 可是 我們這裡關閉也可以回來了 可是這第四 我們不要 那是為剛位的設定 有沒有現在回來這裡 秉1就出來了 這個不用空那麼多 我們就給它併起來 那這樣我們獎勵就有 這一樣是16號字 是不是 如果你選起來也可以看出來這是16號字 這樣我們比較 看起來比較舒爽 一般預設12號字太小 錄影的話 我們就開始 以一晶體了 那這個晶體是通常來的 別忘了我們回來這個 對照這個看 這個表就讓我們來對照 對不對 先是假衣是晶體分析 做了一個序言 一個導論 接下來有以一晶體 它等於詮釋什麼叫以一晶體 我們要回來 複習一下AUTO鍵按住 再按 左上角 鍵盤左上角的一個叫TAB鍵 TAB鍵就可以這樣切換 另外一個是按住Window鍵 AUTO鍵左邊那個鍵 AUTO按Ctrl中間那個 有一個Window不到再按住 TAB就可以這樣切換 你看你要切換哪一個 其他我們開的就可以關了 應該用不著 不要開那麼多 需要的時候再看 這個上一次講 我們回到這裡 以晶體 它就是詮釋這個經驗 這個表格我們就不錄了 我本來也想弄個太花時間 我 還有私人的事 其他工務要做 不能全身心都投注在這 我們只要還是解這個文藝就好 怕你 有同修有心學習的 看不懂原文 我們供養大家 聽一集棉箔之力 提為全經的結經 一集經義縮影 如網之鋼 似一之理 觀其標題之文 可知中指所向 是以經必標題 講必先題 顧雲 事理之整 守在提 剛竊 借理 這裡可以 算一小段 這裡可以算一小段 後面又是講別的 他前面是先講提 是多重要的東西 提為 這個是為失敗為成功 是為天下美功的為 是的意思 所以念為 念二神不念為 我為你 你為他 你被他所害 你為他所害 提 這個東西是 全經 結經 什麼叫結經 白話就有 結合起來的精華 當然精華是另外一個字 像我們 鹽巴也是什麼 鹽巴也是海水裡頭 離子的結晶 所以他就是 意思就是全經的重要部分 都結納在這裡 集結在這邊 他把全經的概意 大概的意思 都 濃縮 在這短短的幾個字裡頭 在晶體的幾個字 那 看一下 因為我會上傳一些 一些圖片備份 當然是不公開的 沒有問題的我才可能公開跟大家分享 然後那個 接下來 一集也就是 這個集 你看 又來了 相對位置有相關字 集就是為啦 換個字而已 也可以說 意為 經意 所以 因為作文嘛 就換個字 或者前面說 提集全經結經 意為經意 所以也可以 這就像你作文 你要懂得換字 所以這集其實就是 是的意思 即是 舊事 我們講過即位就是舊位 即位演講 舊位演說 對不對 一樣的意思 即舊的舊 舊 這裡是舊事 也舊事 經意的濃縮 對啊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經的意思 濃縮 其實兩句話 其實只講一件事 這也是作文的 你說他如果說嗎 不是 這個等於是強調用 為什麼要講兩次 強調的字又不是 一模一樣的重複 就是換個字面 縮影跟結晶類似 結合濃縮 精華 如枉之 鋼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了 這個鋼就是像籃球或網球的網 對不對 最上面有一條最粗的那個線就叫鋼 其實叫提鋼竊領 他好像後面這裡有 對不對 對啊 鋼嘛 為什麼叫提鋼竊領 因為把鋼提起來整個網就拉得動 你說拉別的地方 那個網比較細 也許還會拉破 竊領也一樣 竊 跟提一樣 竊自行結構裡頭有什麼 都有守護 所以他都跟守的動過有關 又來了提鋼竊領 四個字你該有敏銳性的嗎 上我們的課 那麼久了 我們一起讀那麼久 我可能有職業病啊 說上我們的課 後為人事 不是啦 主要是一起讀啦 這個我先暫停 他就一隻 來給你 提示 關掉 這個粉紅色這個軟體是上傳擺 那個土豆用 大陸YouTube是不能看的 所以相對為止有相對的 其實就提就切就好像怨天尤人的有什麼意思 第一個字對第三個字 單數對單數 雙數對雙數 那鋼其實就是領 當然你不能說這個領是依領嘛 那你不能說 那個網子 那個網子的那個大繩子就是依領 不是這叫相關自義 不是相同自義啊 有相關嘛 反正他就是一個東西的最重要的部分 相關自義這領的意思 那提其實就切 兩個幾乎是同意啦 假如對你是深知的話 你去查一下 就知道了 啊 提康教也白話也常用 提就提起來舉起來 原來這個出字是 荀子的勸血篇 所以他說這個經提其實就是 像 好像一如王 的 剛神 也像 一的領字 這個字很明顯就是得 一的 我們通常呢 都會省略之類的 網綱 然後呢 通常也講依領嘛 不會講依之領對不對 那他這個反而是比較白話 反正那個得不省略 那你也知道原來我們講的依領字 依的領字 因為依是名詞 領字也是名詞 所以兩個名詞不能在一起 前面那個要嘛就是 要有一個連接詞 依子和 衣服和領子 要嘛就是 變前面要轉成形容詞 形容後面的名詞 是哪裡的 領子 是衣服的 不是別的地方的領 在這個領要注意一下 這裡是衣領 大家都知道 可是領子相對於我們人體的哪個部分 就脖子 那那裡為什麼要衣領呢 因為領本來的意思不是衣服啊 你看他的字形結構裡頭有沒有衣服 沒有 他的字形結構裡頭是個領 領就是臉 跟臉有關 他其實是頸部 那頸部也有領嘛 跟臉跟頭有關 查古文字字典的話就更明顯 古經文字字典 日元原來最早的 還是見說文 其他就沒了 他本來是指脖子後來才引申為衣服 因為當然人體最切關的當然是你的脖子 衣服還是只隔一層 就好像老法師或者世尊 佛菩薩常教我們 身體就好像衣服一樣 可見衣服比身體還要再疏遠一點 以我們最輕的是身體 對啊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身體也不是我們的 衣服更不是我們的 都是我們身外之屋 好回來我們課文 這身邊一提的 你不要以為領就一定是衣服啦 他本來就是脖子 所以他 裡頭為什麼沒有衣服啊 像我們 袖口的袖就一定是指衣服 因為他是衣服 那領到底什麼不從衣服 因為他本來不是衣服 觀其標題之文可知宗旨所向 我們如果看看 觀就觀看嘛 看看 他又來了其代名詞 他的標題之文 誰的又來了 誰的 當然你不會是提的 他提本來就是提啦 誰的提呢 當然是經 所以這裡的其是代什麼經意 經意或者經 應該是指經 經文 經典 這個 所以你看這個上下王很重要 尤其這個代名詞要往前找 一定是往前找 前面是本嘛 後面是末 前面是上後面是下 代表一定是從本來的 人民代表 從他的根本的名選出來 沒有人民拿來代表 一樣的道理 代名詞也一樣 前面一定有出現他才能代 前面沒有他能代 所以剛看 一本經的標題 那一本經的標題 這裡其就已經轉成代名詞所有的 那一本經書的標題 或者觀看他的標題 直接翻譯應該是他的 因為他的代名詞 他的 標題講過兩個名詞 剛才講 前面會轉成說 形容詞 後面誰的標題是他的 他的是誰的經典 後面有一個 跟那個德一樣 標題的文字 所以你說兩個德 通常我們翻譯第一個德 就可以省略 觀看經典標題的文字 對不對 這樣就很順 那你 假如不省略的話 就變成觀看經典的標題的文字 這樣很多德 所以你可以發現 白話也是會省略的 不要說文言 最有名的白話省略 我是唐埃及的 新年快樂 誰快樂 生日快樂 他很明顯就省略了什麼 快樂的主詞是誰 對不對 那誰祝誰新年快樂 那個真正的主詞也省略 所以新年快樂是你在新年快樂 才真正是完整句 更完整的句子 我祝你在新的一年快樂 所以都會省略 不要以為 我們今天才會白話也愛用 這裡也是 觀看 一本經典的標題的文字 標題是文字組成的 像大聖無量壽 莊園親近平永烈君 有這些字 大聖無量壽 這幾個字組成的 這就是這個 這文不是文章 是文字 代回二座 知道是文字不是講文章 因為 一句標題它其實就是一句話 怎麼會是文章 那標題裡頭的文當然不是文章 是講文字 所以這單字想不隨文 可以想到文章文字 可是代回二座 這裡是講標題 當然是指文字不是文章 都是這樣讀的 要這樣不厭其煩 要知道我們怎麼讀懂 不是 你這個諸事翻譯 要這樣去琢磨 以後自己就知道 有耐心去想 剛開始當然很慢 可是你熟練了一回生二回合 讀書千遍都奇異之間 何況這些文藝莫解 前面講的文藝莫解 不要怕 只有你不肯去做 龜兔曬跑 只有你在向那個 兔子睡著了 你是一顆龜不斷往前爬 一定會爬出一片天 勝過兔子 再厲害的兔子也比 可以知道宗旨所向 我們觀看一個 經題裡面的文字 他寫了哪些文字 他有哪些文字 我們就可以知道 但是想故事就解 他的宗旨所向 你看又來了 又搞省略了 對不對 剛剛還講 誰的宗旨啊 當然是經題 就是這個奇標宗旨所向 剛剛講過奇是代經 經典 就可以知道一部經典的宗旨 所向又來了 所加動詞 像是 往哪個方向 面對哪個方向 面向哪裡 所以要怎麼讀 可以知道那本經典宗旨 向往的地方或面向的地方 的地方就是這個所字 导怪徒 向所 懂嗎 那你也可以說 另外一種圖法是把這個所 讀成能所 我所那個所 這個所是歸屬於誰 這一本經典的宗旨 宗旨的面向 面向就是他主要的方向 主要的 要討論的部分 對不對 他的意思就這樣 所以這個所要會讀 講好幾次 是以你看 對不對 我們只要開心視窗 等一下回來這裡 是以 有沒有 你開心視窗 他會 幫你固定在你原來 插入點或選取的範圍 來我們馬上找 視以都被講恩變了吧 視以就是什麼 就是所以嘛 好像上一節課才講 視就是所 以就是 所以的以 一模一樣 字都沒變 所以視以要倒過來讀 就是因死 就是因死 倒過來讀 然後把這個新開的事讓關掉 我們又回來了 所以這些操作要注意 對不對 多方便 你看現在我們的文件已經49月 你在page down或者用拉這個 手無的方式你要拉到什麼時候 那你這個符號你不要覺得奇怪 這個其實是什麼 這其實是那個 Dotbox 網路上一個雲端的儲存服務 所以沒有什麼 他是 讓人家跟你共同合作寫這個文章 或者你要分享的時候操作方便用的一個小工具 英文叫什麼 Gadget Gadget 小工具對不對 這個沒有什麼 你的word可能沒有 你的電腦沒有 因為你沒裝 所以不要覺得奇怪 好 所以呢 金必標題 是以就是所以 就是因此 因是以字 此是是字 於是的是就是此的因 因此 金必定 會標題 會就省略啦 對不對 我們天知的佛讀 天回去白話比較順 比較完整 以本金本 他一定會標個題目 那都是單字搶負詞就破解了 對不對 很多 然後 文言白話常常文言是濃縮的 或單字 然後白話是用負詞這樣而已 講壁先提 一部經典一定會標題目 那我們在講這一部經典的時候也一定要先講題目 因為題目一定是標在最前面嘛 所以當然是以題目為先 你看這個都很簡單 我想不用講大家都知道 再來 來故雲事理 之整 守在提綱戒裏 而 明相是道 順俗意應先求正也 明不正 則實不張 用孔夫子的話 明之不正 則言不順 他對改成則實不張 實不張 則堂捐其功也 這裡很明顯 下面標題有其理 這裡應該句號 我們直接給他標點 標點不一定碎 那標點不一定 顧雲就是 顧是本來的我們傳統顧有文化 對不對本來就有了 為什麼顧有 本來的意思呢 因為顧有凝固嘛 凝固在哪裡就是表示他本來就有 顧 有本來我們傳統顧有文化 不是顧有啊 顧有是舊有的意思 也有這個詞 顧是顧舊顧人嘛 我們說亡顧死掉就過去了 所以他有舊的意思 過去 比較久 顧是本來就存在那 這沒有過去或現在 他就一直在那 所以說本來說啊 本來一般的主張都是怎麼樣 主張就是這個雲字嘛 你要直接翻譯就說 說好像翻得不好 所以才翻譯對不對 從雲字有說的意思 從說去想 說就有主張 你會這樣說就是你有這種主張 本來一般的主張或一般的見解都說 事理之枕守在提倡地 這什麼意思啊 這個枕比較難讀 我第一次也讀不通 我們要說事情和道理 的整合或者整頓 因為你要提剛竊領一定要整 把這些事情和條理道理 把它整頓一下把它整理一下 怎麼樣整出他的脈絡 闡述出來 發揮出來 要怎麼發揮首先就要在提剛竊領上 提剛竊領剛剛已經查過詞典了 提起最重要的部分 然後也要拿到最重要的 人家說不得要領 要領的要是重要的要 也有指這個我們要 所以有腰斬 對不對 可以寫這個腰 我們講過字形結構換步手 你可以把步手拿掉 這腰本來就是指 人的腰部 也可以 所以要領也可以指 這個 不得要領就指人最重要的部分 你看脖子拿掉 腰斬拿掉 要嘛就斬脖子 斬手勢中 要嘛就斬腰 所以要領是最重要的部分 這竊領也有這個意思 可是因為他是講衣服 所以 當然是竊領把領子 拿起來 你衣服才好整頓 拿衣服的整頓 或者這個網子的整頓 來形容 事理的整頓 事理也很紛繁嘛 很多種事物 很多的 道理 有大道理小道理 你要怎麼整頓他呢 就一定要 提剛竊領 而名相之道 順俗 亦應先求正 那名相之道就是 我想他這裡的名相是怎麼講 就是指標題 一個題目的名字 那相就好像人的相貌 這一部經為什麼會提這個名字 那這個名字提出來了 像大聖無量聰 專業清晰命運 這就是這本經的 面相 對不對 我們打開 還沒打開這本書 拿到這本經的時候 它的 封面你看到了 它的封面寫什麼經題你也看到 就講名相 它的封面經題的文字當然就是它的名 我們講名字 這裡當然講人的名字 其實名也有字的意思 名不是光只是名 因為名一定都是用文字來取的 所以名這個字也有字的意思 所以他這裡可能就是講名相之道 順俗 亦應先求正 這個順俗就對應前面的 顧云 一般說一般的觀點都是覺得 整理事物一定要提倡你 那一般世俗的看法 一般人的看法 世俗就講一般 也應該要先求正 什麼東西要先求正 你名相 那名相之道就是我們 處理名相這些類似的事物 像名相之道 知道就方法 走哪一條道路 就是用哪一種方法 名相的道理 什麼叫名相之道 那我們要怎麼了解名相或整理名相的道理 也應該先求其正 那名字一定要取正 不要取的跟 內容不一樣 離題了 所以他的意思來 也應該先求其正確 對不對 精確 從正確可以想到精確都單字仿佛 如果這個名提名提的不正 然後實就不張了 或者他原來提這個名 你解釋 講解的時候講歪了 那他的真正隱含的 意理 精益 縮影 結經你就沒辦法得到彰顯 這裡實就對應到前面的 精益縮影和 全經結經 對不對 他想反應的這個 你看宗旨所向 他真正的宗旨在哪 你名不正假如沒有取對名字 甚至沒有講解對人家取對了你誤解了 你名不正 這有兩個面相 一個是在取這個經題的時候 就像地藏菩薩本宴心裡頭 有菩薩問說這個經題要取什麼 那個佛世尊對不對 那時候就講有三個可以選擇 一樣 那怎麼選這個經題 就是要講求他的正 同樣經題立了之後我們要怎麼講解 也要講正確 符合如來真實意 這樣如來的真實意對不對 實意才能夠得到彰顯 就不會不張 因為假如你不正的話就會不張 那表示你正的話就會 如來真實意就會得到彰顯 這個章是彰顯的章 那個單字強復詩對不對 明顯的顯 可以讀得出來的 那個實意如來真實意不得到彰顯 則唐監請說那你講了半天在講什麼 那本經還是在哪裡 我們開講廠 開這個講廠 建法床的意義就失去了 因為你講了半天結果他實意不得到彰顯 就像我們花了那麼多時間縮減 那麼多時間一起讀 結果 如果不能探究 學如老的人本意的話 那我們也是白講 一樣的 那麼 唐娟起功 他的功勞 什麼功又來他的 代名詞 他的什麼 講 因為回到二的別忘了我們是在研究內廉講座 所以你在怎麼講他 你在怎麼用功 那個功都會 徒勞 武功 一樣 那唐娟對你可能會是深之一查就知道 可是深之沒有那麼真的深 唐你覺得可能會想到唐朝的唐或者唐先生唐小姐對不對 別的你可能想不到 那娟應該不會比較難吧 娟你會想 想到什麼 假如你有程度一點的話有一個叫什麼 我們這裡做個縮解吧 剛f2 我那個程式之後再建立連結 這唐等一下再說先 挑簡單的 雅對不對 捐 除了 有捐血吧 還有捐獻對不對 這輸入法可能有點讓重開 捐血 捐獻 對不對 捐出什麼東西 你把東西捐出來就表示什麼丟棄了嘛 你把你原來所有權 放棄了對不對 捐血就原來在你體內血是不是捐出來 對於你來講就是丟棄啦 所以捐有丟出來 捐氣 丟棄的氣 好 那來了 我們之前才不知道在講哪裡的時候 叫五 五雜這裡 來來來你看這樣又移開位子 我不要移開 開心視創 然後往才能找 我們前面一定有講五雜 這裡還記得嗎回去看一下 我說過這種詞彙雖然是深字 可是會兩個字放在一起的 要嘛就是同意付詞 對不對你看還在 要嘛就是反義的 那你覺得這裡 會是同意還反義呢 這裡兩個都不是 抱歉 這是第三個情形什麼 之前也講過了只是沒有那麼著重講 這是唐修士 捐 怎麼樣把它唐捐 唐這個字是修士捐這個字 怎麼樣把它捐出來 就是很 有個詞你會想到 荒唐 荒唐是什麼 你很荒謬 就白費力氣 再來什麼 荒唐還有第二個意思 說要講很荒謬 荒唐就很誇張嘛 太扯了嘛 所以這個唐有大的意思 唐本來就跟大有關 你看唐這個字發音 你嘴巴是不是要張大才能發唐音 所以他 發音的時候就表現他的字意 他跟大 大小的大有關 大有關 所以大大的捐氣了 白費了你的功夫 就是唐捐其功 你的 你的什麼 獎金的功夫 我們剛剛講過 祈儀代名詞是代什麼 那一樣的祈儀代名詞 放在功勞的功 功夫的功 前面 兩個名詞 前面又改成所有格 形容者你的功勞 獎金的功夫 這是我第一個說解 唐捐還有第二個說法 就說唐 通這個字字形結構換步手 變成什麼 家的提手盤 這個是有一個詞會叫什麼 唐色 唐色什麼東西 唐色就好像丟出來一個東西把你塞住一樣 所以唐也有丟出來的意思 來我們查一下唐捐 你查字典你就知道 所以一般講好像是第二個說法 唐是 丟的意思 我們先看唐 直接查唐捐 因為唐捐可以查唐 不會實現到這裡 既然沒有唐捐 太誇張 也沒有 那我們先查唐 唐 唐有大的意思嗎 形容詞 廣大剛才講 這都有關 荒唐不是小荒唐 一定是大荒唐 唐突一定是大的衝突 你這個人作詞太唐突 太失禮 舉動很冒昧就表示橫衝直撞 不是小動作是大動作 再來唐有什麼 唐沒有動詞 真的沒有 反而 變成副詞 這就是我剛講的 可是他我剛講是 大大的丟棄 白費了你的功夫 對不對 這個廣大 因為是修飾 修飾這個動詞 捐是捐氣丟氣 所以修飾動詞的一定是 副詞不會是形容詞 他這個 浩唐之心因為是修飾名詞 所以這個是形容詞 使用詞只能修飾名詞 其他修飾都是交給副詞去做 可是他這裡卻不解釋為大 卻只要虛和空 唐仿位有虛空的意思 當然他們的說法 功夫唐捐這裡跟學爐一樣 你看 倒序重組 功跳到前面 步唐捐而已 你看作文就是這樣 幾個關鍵字他不會動 然後在那排列組合 就這樣你就慢慢摸索 什麼叫文言 什麼叫文商 沒有那麼難 對不對 一二再再而三 一二再再而三 你慢慢就磨出他的俏領 美嘎出來 台語的美嘎 就是裡頭小訣竅俏 那這裡空和虛擬 你想想看讀詞典 我們順便 又來帶你讀詞典 空和虛跟廣大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嘛虛空大不大 大嘛 你一個容器越大裡頭是不是又越空 所以這個字意都是有關聯 不是要不要去死背 你背的時候要去想 這裡頭字意有什麼關聯 一定都有機的 他都是人造出來的 人造出來的一定都跟 道理有關嘛 他不會隨便說 我弄一個 字意 除非 當然也有不相關的字意 因為語言在那麼廣大的領域 這個地方用 有些可能是用錯了 所以跑出有這個字意 可是 即使有這種情形 絕大部分還是有相關字意去做衍生的 所以你就知道 他這裡反而是公不虛氣的意思 虛對不對 那捐是氣 我們剛講虛 也有這句話 公不虛氣 不會白白 虛就白白的 空白 對不對 虛 你虛脫的時候臉色就蒼白 這就是白白的 丟棄 他為什麼解這個唐反而是 虛空的意思 那我們看這個吧 教學大師他可能也是公不堂卻眼神 所以一般詞典我剛剛反而說 一般詞典讀成 這個唐反而沒這樣 那是我記錯了 反而是他們讀成空虛 有沒有 功夫不白會 他把他空 突然 徒勞 徒勞無蹤就是你 向空使力在天空揮拳 徒勞無功 所以跟空有關 等於是 就像 我們學佛是幹什麼 你一輩子 急急贏贏贏贏了一生 最後還不是一場空 就是這樣 白費力氣 因為是徒勞無功 所以跟空有關 可是我讀 通常唐我是讀大 大大的丟棄 都可以 大跟空剛講過有關 虛空很大 容器大自然裡頭就很空 一間教室很大 表示他的空間也很大 對不對 這些字意都相關 學文學 讀國文要這樣學 不要 欸老師 你讀大 人家讀空 好像兩家有衝突 就像宗教各一家 對不對 老法是說眾神一體 宗教一家 你看不到他共通性嘛 老法這也常講 我們看 一般人看就看織維末節 看樹葉 可是真正懂的人他看樹根 對不對 看你手掌五根手指頭好像都不一樣 大拇指和小指頭差那麼多 可是你看你往他的根去看 原來都出自手掌 原來都出自這個人的身體 你就可以看到他相通的地方 就不會覺得都無關 怎麼你講的跟他不一樣 所以我做學生 做的資歷很久 我讀到博士 畢業都40出頭 我才畢業沒幾年 我今年 我只有我做學生我覺得我還蠻稱職的 也是專業職業學生 也是因為父母 得應讓我有這個 福報 可是我就是 很少 像聽老法之獎金 我講一個切身實力 雖然不是課 那個學制內的那個學科 像我聽老法之獎金 和聽白雲老禪之獎金 我們不會員這兩家 尤其有時候白雲老禪之獎的 好像 只是名字沒講出來 可是 他反對的或那個他講的不同的好像 就是針對某某家 我還是不想過 像阿彌陀佛 白雲老禪之獎強調他覺得他 好像白雲老禪之獎對範文有做過研究 他覺得範文原來因是讀阿 才有無的意思 但讀阿像阿難才能讀阿 那是沒有無的意思 那反而跟慶喜有關 所以阿難叫慶喜跟 好事 歡慶 喜悅那個喜有關 唸歐的時候才有無的意思 可是 我今天才聽那個 華仗衛士播的老法師的學佛答案 他說 阿才是範文的丟音 那我們江南的 除語阿就唸成歐 所以像地前老師 那個老法師和那個 彈虛老法師他們都唸 歐 不唸阿 你看這兩家說法 那你說到底要聽哪一家的 誰對 一般人就指這個 眾生著相 難怪馬民菩薩提醒 我們不著 聽經不著言語相 讀經不著文字相 你要找 裡頭的匯通 你說 怎麼 一個阿 自己去想 一時想不通 再慢慢 就像我這 假如我不跟你講的話 你還覺得 你講大 人家講空 你總會想到他的合理性 那我想到的合理性是什麼 你就不要執著是阿還好 還歐 那假如我相信白雲老禪師的專業 他真的對範文有研究的話 那我就唸歐 可是不管我們唸歐或者唸阿 你都要注意我在唸阿彌陀佛的阿是什麼意思 都是 吳 不管清空老法師講 範文 吳是唸阿 還是白雲老禪師講 那個範文的應該是唸歐 其實重要你抓住我們不是講方法嗎 最重要是義嘛 不是因嘛 你看都會亂變 你看我學校的學習 我還掛那個桌布 我們的講義 你看 又來開心自創 哪一個很重要 這一個嘛 對不對 這個才是 我就在這裡就可以匯通 那這樣白雲老禪師跟 金空老法師有什麼不同的呢 那一般人就會 你錯 一定要找一個對的 就這樣分別 執著了不是嗎 讀經學教就學呆啦 那我 像我做學生或者我聽經我就是會這樣 去理解 那怎麼會 不管我聽 白雲老禪師 還聽金空老法師 反正我唸阿彌陀佛的阿 或者唸歐的時候 我就想到是無 無量的覺悟 彌陀是亮嘛 這樣就好了 管你念阿念惡 那這時候還起煩惱 那就完了 你要阿彌陀佛 叫我們無量覺 不是無量儀 儀為菩薩最大壞 跟那個無量壽經裡頭 事真也提醒我們 不要捨本逐墨 真的 所以我們就是 像剛那個意志 我們就捨本逐墨 現在還有什麼火新聞金清文 還有民國初年還有人要漢語拼音話 中國大陸那時候共產黨還想要 羅馬 羅馬那個話 把漢字廢掉 這都白搞了 你看大陸搞簡化字 那時候不知道後來會有電腦 有電腦還需要簡化嗎 你筆畫再多也沒差 反正都打字 對不對 就認字來說筆畫多 筆畫少 也許筆畫多了還比較好認 因為字差別比較大 你筆畫少了 反而不好差別 像農民的農 農民我不知道大陸怎麼打 他 那個簡化字很像 這樣打 像不像衣服 這兩個字常常就混了 假如你打 傳統字或所謂的他們講的繁體字 這兩個好認吧 差那麼多 怎麼會弄魂 就是這樣 同樣是正體字或傳統字 你看 這個是 還有這個字 這兩個字你看就差中間這麼一點 是不是筆畫差的少就更難認 這兩個字完全不跟衣服有關 這個是跟祭拜有關 讀法可能一樣因為他們都行生字 讀音可能差不多 所以音不重要 意啊 啊 所以 你看 這個簡化字是白功老 也許對當初 電腦還不發達的時候對農民或者 基礎小民認字 寫字可能有幫助也就那幾年的功夫 就電腦你看現在發達很需要嘛 真的叫 唐娟了 白做了一陣 剛好呼應我們這一題了 對不對 徒勞 徒工 有工也 有工那一段啦 反而讓你看 整個中華文化割裂成兩半 你看歷史上從來沒有搞這個簡化字 秦始皇在報徵他只是把字體改了 是不是 改成想像科那是為了統一文字不是另外搞一套 那漢文文字以統一了中共是完全翻新搞一套 然後我們怎麼樣回去正文呢 Auto向左鍵別忘了 今天要準備下課了 那我們可能只能講到這 所以則那麼 你 所用的功夫 我們講今的功夫 就完全就 虛耗 對不對 也可以虛嘛 姐妹 所以 我沒說我的就一定對 可能也不能說我的就錯 我們就白白費了 我們 大大的 白費力氣了 這個大就可以這樣 大大的丟棄了我們功勞 標題有七例 講題有五旋 那這個拿五旋呢 我們等一下接下來後來的時候再了解 那這個很簡單應該是 那個啦 那個 白化文了 只是你要知道這個題是指什麼 當然是經題帶回二座 對不對 那這個都講題為經 所以要前後文要注意 你就知道他在講什麼 不要被白化文的講題混 以為人家現在在演講不是啊 現在在那一點講座 你就知道原來講這個題目有五旋 就是五重旋律 你要怎麼解這個經題有五種層次 這在前一堂課我們稍微看到表這個題 那標題呢 標這個經的題目有七種例子 我們要把這種例子 他為什麼標這個題他會遵循七種 原來的成規成立 然後 去做 就像那個 法律的判例對不對 也叫立馬 前面有一些規則 後人會依據這一些規則有幾種 七種規則去 標一個經的經題 所以你看都是一個字去讀 標出 這一個經書的題目 就是他的標題就是經的名字 有七種例子去遵循的 那你在講解的時候當然要講給聽眾聽有哪幾種啊 然後這個 怎麼樣反映到這個經題上啊 當初人家是怎麼立這個經題的 那講題有五旋 講這個題目有五重旋律 這主要是講標題 這個是主要是 發揮那個講題的那個 奧義 學妙的義理 可能是這樣我們要到後面才知道 目前看到萬文生意是這樣 那我們這堂課就先到這裡為止 等一下從 丙一開始 我們今天可能再加一課 少數就少一點 那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